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最可愛的VTuber薛宇彥 再來要給大家帶來的影片是13.1的全新能力 超限者以及精靈的介紹 目前13.1還沒登入台版 但先給各位介紹這兩個能力到底有什麼效果吧 影片看來前如果還沒訂閱學友的頻道 也不妨動動你的小手訂閱一下唷 召喚與超限者均為13.1推出的全新能力 1.召喚 召喚的能力如下 召喚為召喚一隻精靈 並且該精靈只能攻擊一次 一隻角色分別只能召喚一隻 該角色死後若出第二隻 便可召喚第二隻精靈 精靈是無敵的無法對其造成傷害 精靈的跑速為0 召喚的精靈單位在本體的後150上 精靈算一個單位會觸發初級上限 召喚不花錢 目前有召喚精靈能力的僅有兩隻角色 一隻是臨船全新boss蘇格拉底 一隻是全新的傳說稀有 一血那奇 兩隻精靈的特性不同 蘇格拉底的精靈所擁有的能力是 比例降攻敵方角色50%8秒 一血那奇的精靈所擁有的能力是 比例擊飛敵人 比例緩速敵人5.2秒 精靈的能力是非常有意思的 能做事情也非常多 例如可以防黑熊 也可以進行拖塔 還能進行控場以及輸出 算單隻只能召喚一隻實在是偏少 不過確實是十分實用的能力喔 2.超閒者 超閒者的能力如下 若是敵方擁有超閒者 敵方所受到的能力效果減少70% 受影響的能力為降攻 緩速 暫停 詛咒 打飛 舉個例子 若我方的能力為緩速敵方10秒 打在超閒者的敵方角色升上時 則會變成3秒 目前擁有該能力的敵人 只有一隻 為目前全新的靈傳Boss 若是我方擁有超閒者的能力狀況如下 會對敵方造成1.2倍的傷害 以及血量2倍 並且角色的妨害效果並不會受到影響 目前有超閒者的我方角色為 靈傳全新的角色 以及護士開放的超本能 超閒者算是一個種類 跟超獸與超生命相似 對敵方來說 全方害減少 是個非常強力的效果 某種程度來說 黑卡又被削了一刀 黑卡又要酷暈在廁所了 這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這部影片是否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 也不妨幫分享給小美娃貓讚的朋友喔 希望的話也不要忘了給血液一個大大的讚 下次會做更多角色的介紹 留言題的話歡迎在留言區提出 每週都有指頭的毛讚 不知道錯過指頭的朋友 也不妨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水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